一个人的人品凭借分数来显示,那你会得到多少分呢? 今天我们来看黑镜里的一个故事,急转直下。 这是一个凭借分数存活的世界,分越高代表你的人品越好。 为了赚取高分,雷希每天都会对着镜子练习假笑, 给社交网上的每一个好友都打上五星, 甚至咖啡店的服务员也得到一个五星, 尽管他觉得这里的咖啡十分难喝, 但只有这样,别人才会同样给他打五星。 不过就算他再努力,他依旧只有4.2分, 这相当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分数。 他和分数只有3.7的弟弟住在一起, 雷希早就想搬出这里了, 于是他找了一间很合心意的公寓, 但是分数必须在4.5分才能入住。 为了将分数涨到4.5,他去请求了专家的帮助, 专家说他现在的交际圈内大多是中低档的人, 想要获得更高的分数, 他必须认识更高分的人才行。 一天,他在网上看到了曾经的闺蜜娜娜, 娜娜的分数是4.8分, 正好属于上等人群。 雷希上传了一张娜娜曾经给她做的布偶图片, 果然获得了娜娜的五星好评, 不久娜娜还主动联系雷希。 原来娜娜就要结婚了, 想邀请雷希来当她的伴娘, 并且婚礼嘉宾全是4.7分以上的高分人士。 雷希受宠若惊,愉快地答应了, 弟弟好奇地问他俩怎么还在联系, 娜娜不是一直对她很刻薄吗, 而且还抢过她的男票。 但为了去参加婚礼, 雷希将这一切都刨指脑后, 还写下了一封潸然泪下的婚礼致词, 弟弟却觉得他现在为了高分变得虚伪, 俩人争吵起来, 还幼稚地给对方打了低分。 很快雷希就出发去婚礼, 但是因为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大声打电话, 他被司机打了低分, 到了机场他发现航班被取消了, 乘务员说另外一架飞机还有一个位置, 但是那是一个会员的位置, 分数必须超过4.2分才能乘坐。 经过刚才那几轮折腾之后, 雷希的分数已经降到了4.1分。 结果雷希又因为和乘务员解释起了争执, 一不小心报了粗口, 最后被现场保安扣掉一分, 赶了出去。 不得已雷希只好租车, 打算连夜开车赶去婚礼, 但是车很快就没电了, 因为分数太低, 他连合适的充电器都找不到, 还被租车厂的人恶意地打了低分。 最后雷希只好不行, 这时的他什么都没做, 也会因为低分而收到路人的差评。 最后他的分数降到了2.8, 一个只有1.4分的老人开着垃圾车经过, 他邀请雷希上车, 开始雷希十分顾虑, 在老人的坚持下他上了车。 老人问他在机场报疏口之后的感觉怎么样, 雷希却说不出话来, 这是受贿的规则, 他必须遵守。 这时老人说起了自己的经历, 他曾经拥有4.6分, 而他老伴拥有4.3分, 但是老伴患癌之后却没有得到医治机会, 因为医院把机会给了一个分数更高的人。 老伴死后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, 老人开始随心所欲地说话, 分数才渐渐地变成这样。 虽然分数低了, 但是他活得很自在, 老人开导雷希也该试着这样去做, 但雷希只是笑了笑。 很快老人到达了目的地, 雷希骗过一个表演团说是他们的粉丝, 然后顺利搭上了去往婚礼的顺风车。 就在这时, 娜娜却打来电话, 让她别去婚礼了, 她可不想让一个2.6分的人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。 雷希这才明白, 娜娜在乎的只有分数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 娜娜还是同样的虚伪。 历经千辛万苦, 才来到这里的她, 自然是不肯轻易放弃的, 但她因为谎言被戳穿, 被表演团赶下了车。 最后, 她借了一辆摩托车赶去婚礼, 半路还摔进了一个泥塘。 历经千辛万苦之后, 她终于到达了婚礼现场, 看到落魄邋遢的雷希站在讲台上, 娜娜一直保持着教容, 雷希放肆地在婚礼上控诉着 娜娜对她做过的一切, 说完了自己这一辈子没说过的脏话。 她这样做自然是收获了无数的差评, 最后她被当成反社会型罪犯, 抓了起来。 在那里, 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低分先生, 俩人隔着监狱对骂, 将自己内心的不爽通通倾泻出来。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自己的情绪, 如果为了不得到差评就虚伪地活着, 那和戴着面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呢? 当然社会秩序必须遵守, 但放松下来的时候记得做回自己。 好了, 下期见!